你说这虾谱你现在50多块钱 也就吃一套餐 咱们在吉野家68块钱 就能吃自助了 跟着太阳哥带您吃火锅 咱们争取周庚火锅餐店 还是我们家门口 这是小伙伴给推荐的 七里庄这的吉野家 每个周五 吉野家自助小火锅 68块钱一味 50多种食材随便吃 限时100分钟 然后必须得来尝尝 吉野家以前我没有老吃 然后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家牛肉 这牛肉不限量 那我觉得可就是很开心了 然后每一份还给俩虾一个鲍鱼 它这个口感不是所有店都有 就你得从官网上搜一搜 尝一尝它这肥牛片 我觉得这个太值了 你是来挑战100分钟 吃料盘肥牛的吗 对 保守估计20分起 咱们就一边吃 一边往里边录 看看能录了多少 不过这也没啥意思 是吧 程飞老师都已经玩过了 鸡腿肉 肉的种类没有那么多 但是都很实惠 你知道吧 除了肉还有菜 除了菜 对吧 还有好顿 食锦鸡肉 还有好多碗子 对啊 然后海苔鸡肉卷 这都是我当年最想吃的 我觉得海苔鸡肉卷这种东西都不限量 它有点开心 离这不远 那个河野广场里头有一个58块钱的资助 虽然东西多啊 但我觉得整体口味上不如这个 这个肉肯定不是 整片有肉 对吧 有饮料 有主食 有菜 饮料也不限量 而且还有酒 还有啤酒 哇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难怪它只有中午开 但是天天开不得开了 天天开它就改名叫虾补了 不过它的小料跟虾补味差不多 也是很好吃的那种 一说虾补你现在50多块钱 也就吃一套餐 咱们在鸡也家68块钱 就能吃自助了呀 真是现在这些餐厅都不好看 但是卷的也太厉害了吧 鸡股肉也不错 对 你就能看出来它不是那种散装的肉 就是正经鸡腿切开的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就自己来的 对 对 今天早上我们说的 您直接吃多好 哎呦 无所谓 这就就没事 刚还这件事 啊 没事 直接过来 没事 您到时候下次天天都直接过来 行 因为我们住的就近 我们家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对 这也是昨天粉丝说的 说今天有这个 我说那就去吃一吃吧 对 对 还挺好吃的 挺好的 我觉得至少比虾补虾补和华算多了 多吃点 我看没什么肉 没事 我一会拿去 可以说是我们家的牛肉 对 您家主要不就是牛肉好吗 对对对 整块的鸡腿肉 这不知道腌没腌过 说实话 蘸这个料 就已经够味了 不用吃鸡腿肉 鸡腿肉等饱 鸡肉 鸡肉 鸡肉没有牛肉贵 牛肉好不好吃 这还挺好吃的 鸡肉海苔 对吧 然后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在短短的相机一开一关之间 刚刚有什么变化 就多了几层嘛 就是 这个应该就是标准的味道了吧 鸡肉 现在虾腰三个人一个 二不六叉 我肯定用吃下去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培根 午餐肉啊 什么的 但是 才会吃那么多的 这样是蟹黄的丸子 真的 嗯 不是蟹黄就是虾子 然后还有小酥肉 我刚才问了一下 它这火锅时间不定 这个月是每周五 但上个月是 第一周和第三周的 周五周六 我觉得它真是弄这么多 完全就是多余 这就十页 肥牛乘五 加上五个食物菜 足够了 就这鸡肉跟那肥牛 直接这么吃 就足够了 其他的完全没必要 哇塞 你看这肉 我这边看都透光的 这不就是鸡味 双拼里的肉 别的不说 就只要有牛肉 我觉得剩下配啥总行 看看第三次开机之后 嗯 除了肥牛跟鸡肉啊 还有这个丸子 这个丸子 外边是鱼豆腐 里边这种浓浓的蟹籽 还有汤 超鲜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 一共26盘 平均五个点一盘 你说这么大一盒牛肉 五个点一盒 各位来的时候锅底一定要选好 我们就是太着急了 锅底选错了 选了一个辣的 选了一个酸汤的 但是其实它这还有什么 有金汤肥牛的 有寿喜锅 如果你点一个寿喜锅 你涮这个肥牛 加上涮这些关东煮 肯定味道更好 而且看他这宣传啊 马上还要出新口味 番茄锅跟菌汤锅 我觉得真是特别值 北京这些小伙伴 如果你想吃这火锅 就给离你们近的街 人家打个电话 论论有没有 有就去 基本上还是很值的 总评一下 肉肯定没问题 不管是肥牛还是鸡头肉 质量都很好 别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你只要盯着这两个小吃 肯定就回本了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太阳头娘跟着太阳哥带您吃火锅 拜拜